从加冬时间8月9号凌晨0点01分开始 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可以入境加拿大 并不需要隔离两个礼拜 但是所有从印度直飞加拿大的商业和私人客运航班的限制 则延长到8月21号 此外 预计从9月7号开始 加拿大政府也将允许来自其他国家完全接种疫苗的游客进入加拿大 同时也不需要隔离14天 而从8月9号开始 12岁以下的儿童因为还没有获得批准的疫苗 他们在和父母一起从美国进入加拿大之后 只要遵循公共卫生措施的要求 就不必简易隔离 但是美国还没有向加拿大人重新开放陆地边界的自由旅行 这是我们在2019年的6月份 从卡加利自驾游到BC省的维多利亚港 然后整台车子开上了渡轮 乘船前往美国华盛顿州 然后再继续开车一路向南走 一直到达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 现在就请大家欣赏美国的风光 根据统计 现在已经有80%的加拿大人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而50%以上的人们更是接种了两剂疫苗 从今年的2月份以来 搭乘飞机抵达加拿大的旅客 在到达加拿大的时候 必须进行新冠检测 并且必须在政府授权的饭店住上三个晚上 8月9号开始的新规定是 入境加拿大的人需要提供已经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英语 或者是法语的证明 也就是说 至少要在抵达加拿大之前的14天内 接种了两剂 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 或者是一剂的强生 Johnson & Johnson的疫苗 值得注意的是 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 即使认为不需要隔离 人必须提供给加拿大政府一份隔离的计划 以防止边境的官员发现 他们不符合加拿大的入境要求 旅客们可以使用 ArriveCAN APP或者是到加拿大联邦政府的网站申请 我会把相关的网址放在视频下方 供大家进一步的链接查询 另外 加拿大政府将从8月9号开始增加以下的五个机场 来提供国际客运的航班起降 这五个机场包括有 第一 哈利法克斯 Stanfield 国际机场 第二 魁北克市 Sean Lesage 国际机场 第三 沃泰华 McDonnell Cartier 国际机场 第四 温尼博 James Armstrong Richardson 国际机场 第五 爱德蒙顿的国际机场 虽然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八成以上的年满12岁加拿大人 接种了新冠疫苗 不过家长们仍然着急地想知道 家里面12岁以下的小孩子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注射新冠疫苗呢 针对这个问题 加拿大政府已经接收辉瑞治疗以及莫德纳公司的申请 目前正在审核12岁以下的儿童所接种的新冠疫苗 预计顺利的话 加拿大政府最快可以在秋天的时候批准5到11岁孩子的疫苗 至于2岁到4岁的儿童疫苗 可能要等到今年的年底才会有结果 而在2岁以下的婴儿 必须要等到明年的第一季或者是第二季 才有可能接种到新冠疫苗 如果加拿大的疫苗接种计划有效实行的话 到今年的9月7号凌晨开始 全球已经接种以上所提过的两剂疫苗 包括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等等 或者一剂强生疫苗的人们 只要向加拿大政府提交疫苗接种证明以及隔离计划 并且遵守加拿大相关的防疫规定 就可以入境加拿大游玩 同时不必隔离14天 对于一直想来加拿大的世界游客来说 这可以说是一项好消息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却警告说 新冠病毒的变种病例已经在美国和拉丁美洲 慢慢地扩散开来 传染病学者预测 新冠病毒恐怕将无法根除 全世界的人们都必须学习 如何和新冠病毒共同的生活 不知道大家对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留言发表一下意见吧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粉红天平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请帮我按个赞吧 祝您健康愉快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